大家好,我是彪股熊,呼吸堂胡老师 昨天美股的一个重挫 这个台北股市今天当然开盘也是下跌了一个千点 那现在时间来到开盘过后一个小时 那我知道投资人都很紧张 但是我一直强调,我说这个盘指数摆一盘 个股摆中间 你挑对股票其实不用太担心说 手上的股票一定就是要跟着大盘跌 这个6405的月程,这个我昨天已经跟各位讲 那也是我在这礼拜我在前面板板有跟各位谈到的嘛 就是玻璃基板的这个中小型的转机股 我说小型股在现阶段来讲有这种转机性的 其实你看它还是很飙 跌一千点它还是可以攻到涨停 4563的百德,我们从60几开始布局 那到今天91块多,92还是在创新高 我说这个趋势走对的股票你不用担心了 其实开盘这种股票就是最好的 你说它加码或在进场,我觉得都可以 当然你前面没有跟上来 我说过昨天有一档股票要带新进的朋友去买 好,那你昨天如果有办好手续有加入了就知道了 好,那今天开低之后马上拉上来 目前也涨了3个%左右 好,我说过今天你手上的股票 第一个,能够不跌已经不错 但如果又能像我们这么强 有些是涨停,有些创历史高,有些还创波段高的 那如果你也想有这样的股票在手上的 那就欢迎大家跟上雅股熊的节目 感谢观看